為甚麼書名叫比別人多百分之二就可以呢 因為事實上百分之二是很容易的 一百塊錢 多兩塊一百零二塊 或九十八塊我多兩塊 就是一百塊錢 拿兩塊錢很容易 但是呢 它這個每一次的百分之二的百分之二 它就變負利 它不是單利 所以它那個累積的效果是很大的 那我寫這個百分之二 其實它有一種想法說 人跟星星的DNA的差異只有百分之二 你只要多一點點 你就會跟原來不一樣 那它是很容易達到的 那很容易達到的事情呢 您就會願意去做 那個百分之二要用在哪幾個部分呢 其實從生活面就可以了 比方說你提早百分之二起床 你多走路百分之二 或是你的微笑多百分之二 從你最喜歡做的 或是在日常生活裡面 最常碰到那個四項裡面的百分之二去做 就可以了 不要把自己的那個弱點放大 然後自己變成很閉塞 然後不敢面對這個挑戰啊 或是困難的事情 所以你多百分之二 慢慢地建立自己的信心 對你的人生或工作 或是任何的事情你有信心以後呢 我覺得你會做得很好 你會做得很好 你會做得很好 你會做得很好